同志们好 今天我们给同志们分享T101新平法与粉丁土机构各照详图的施工运用 我们这个讲课是结合去年8月份新出的11G 101系列的平法图结与各照 讲到楼梯的时候我们贯存了5月份最新发布的变更 首先我们来看图结都包含了一些什么内容 我们从图结的封面来看 这个名称叫做粉丁土机构施工图 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则和各照相处 和是一个并类廉词 它的前面部分是平面整体表示方法制图规则 简称平法 由山东大学教授曾庆来先生 从1996年开始在全国陆续用钢筋粉丁土机构的施工图设计 它是一个设计成果的表达方法 它是一个制图规则 它有技术法规的属性 需要同志们进行使机应对 它是一个规则 只有技术法规的性格 和各照相处 各照相处是什么东西呢 是目前国内常用的 且较为成熟的各照做法 这个是编络了 这是被编络 所以是被编络 不是被发明 是被编络 不是被发明 那么117-101-1 这个图节呢 包括 线胶粉丁土 框架结构 简列墙结构 还有呢 梁和板 它呢 把过去的这个梁板呢 它是合为一起的 在上部结构呢 就是归结为一本图节 从拼法图节发展的历史来看 1996年 发布了96-101 那个时候呢 是只有一本 没有分册 没有分册 它呢 是从这个制图规则呢 是呈现了现成发明的 各照相处呢 是从 329各照相处 这个这个是借鉴过来 借鉴过来 在借鉴的过程当中呢 也有 陈天天老师的这个创作 他就是把那个框架结构 上部 支柱里这个 这个非贯通经 329萨特呢 用了个 A0 或者用了个S 他呢 说 这个曲子呢 在三分之一 到四分之一 之间 然后 曾经的老师呢 就像他具体化了 第一排呢 是三分之一 第二排呢 是四分之一 其他呢 都是那个图结上 基本上是源源分本 接线过来的 这是我们讲这个图结的 这个 随着这个图结96102图结的发布 那么广大的这个师啊 看到啊 这个梁的这个标注方法 非常的好 那么就是 在 在 施工图当中啊 他尽管这个图结的使用范围 是框架 和简介架 没有说基础 但是的话呢 广大的施工人员呢 在基础图的这个表达方式当中呢 也广泛的借鉴了 上部几个的平法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头呢 就是催生了 这个 基础类平法图结的 出炉 这是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下一页 这个 这一页呢 是这个图结的总说明 总说明 他的 第四条 说 本图结呢 包括 基础顶面以上的 分音处的 这个 框架呢 简的钱呢 量了板呢 这些 这些量了板了的话呢 不但可以用于框架结构 也可以用于其他结构 比如说 基础结构的两本 也可以用 这个 我们这个图结 也可以用我们这个图结 那么在这一点上头呢 我再 说一下 就是说 这个 平法理 制图规则 它具有 它具有 这个技术法规的性质 它具有技术法规的性质 它具有技术法规的属性 这个 设计和施工呢 都必须要严格的遵循 因为它是规则 你按照同一规则的话呢 那就能够进行沟通 进行交流 就像那个邓公主说的 如果咱们都说中文 那么咱们都都讲中文 它就进行交流 如果咱们都讲英文 那么他讲英文的 互相之间也进行交流 然后一个讲德语 一个讲中文 那就对就 它就弄不到一起 所以设计施工呢 就是 都要遵循 这样一个规则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沟通 可以交流 可以施工 可以设计 这就是 它具有 技术法规的性质 具体的设计呢 可以拓展 这个平法的 这个 制度规则 但是的话呢 你必须 在说明当中 予以说明 比如说 我们看见一个设计 看见一个设计 它 标注了一个 调限基础 它标注了一个 调限基础的话呢 它把基础宽度啊 基础量的大小啊 基础量的基础 底板的配金啊 等等 都用它自己定义的方式来进行标注 那么这个自定义呢 要进行说明 说明了之后呢 这个 施工和 造假 基础量 一看的话呢 都能明白 那么就可以 也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所以具体的 可以拓展这个 平法的规则 但是的话呢 必须 叫相加说明 你自己 能够编了好以后 你不把这个 编号每一个位置的 每一个数字 表示一个什么样的物理量 你不弄一条说明 来进行说明的话 那别人就看不懂 这是说 规则 那么图写的第二部分呢 是何何面呢 是标准相图 标准相图呢 是几个构造的 广义标准化 本身呢 不是标准 本身不是标准 也不是规则 不是规则 更多的具有 专业技术的属性 更多的具有 专业技术的属性 就是说 这些墙图 可以 供广大的设计人员选用 也可以不选用 你认为某个墙图 不适合我这个工程 我可以不选 然后呢 我自己画一个墙图 来说明说 某某基点的话呢 用咱们自己 给出的这个墙图 来进行施工 就是 这个 总说明的 的确一条啊 是讲的啊 这本图结当中 未包括的构造墙图 以及其他未进的事项 应该具体设计中 有设计者 另行设计 另行设计 就是图结没有给出来的 这个施工 又必须要的 那么就是要设计来解决 那么现在 这大量的 这大量的简离墙图在结构当中 有一种梁啊 有一种梁 它的跨高比 跨高比啊 大于五 就是说比较细长的一种连梁 细长的连梁的话呢 高规上头呢 要求按照 框架梁 来进行设计 按照框架梁来设计 但是 这个 所谓的框架梁呢 仅仅是一个跨高比 大于了五的一个连梁 它的基本属性呢 还是一个梁梁 而不是一个框架梁 只是按照框架梁设计 但是呢 高规呢 没有给出 这个所谓的框架梁 在简梁墙当中 进行各自的这个接连处理 框架梁 在框架柱子里面的这个接连处理呢 高规呢 是给出来的 粉丁头规判和抗争规判 也都是给出来的 但是这个简梁墙上的连梁跨度 固大的时候 随便高度又比较小的时候 那这样一种连梁呢 高规呢 要求按照框架梁设计 就是要求按照框架梁设计 他没有给出这一类梁的合照 那么这就给这个设计施工呢 带来了问题 带来了问题 设计的话呢 这种说明当中啊 按照117-101-1 这个图级进行施工或者怎么样 这么一条 往哪一个 OK 出土了 那么施工拿到这个东西 以后呢 发现 哎呀 我这个两次KL 这个数字没有 这个捡了钱 那就抓而脑费了 我这个捡了钱的话呢 这个身长又是三米 我这个KL只有两米 我这个KL的钢筋 是不是要伸到这个三米的捡了钱 当中一半伸进去一米五 这加五地啊 要不要啊 同志们 当然不要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基本属性啊 它仅仅是一个粘梁 只是它的快高比比较大 所以按照矿量设计 按照矿量设计 我体会所谓按照矿量设计的话 仅仅是需要把这个粘梁的两端钩筋 适当加密 别无它的要求 没有任何其他要求 只是把这类粘梁两端的 固定加密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别的没有要求 而且也没有构造 它的构造跟粘梁应该是一模一样 应该是一模一样 因为它的制作不是 框架筑 它并不能构造框架结构 不能构造成框架结构 它还是一个粘梁 还是一个粘梁 所谓的按 框架粘进行设计的话 就是说 两边的固定啊 稍微加密一下 构造的话 因为它没有柱子 不存在框架结点 不存在框架结点 它构造 构造不存一个框架结构 它还是一个粘梁和简粘墙的结构 这个本质所信没有改变 因此的话呢 我们的规范 如果没有给出 这类微框架粘梁 这点构造 没有块 那么这个基点的话呢 还是要参照 还是要参照 粘梁的做法 那么具体的做的过程当中 当这个简粘墙 当这个简粘墙的枝长 枝长呢 就是小于等于四 就是落了小墙枝的时候 落了小墙枝的时候呢 图记上给了一句话 就是说 端柱和小墙枝 端柱和小墙枝 按照框枝来进行处理 按照框枝来进行处理 那么当方才我说的这个 框架粘 就是尾框架粘 就是那个粘梁啊 这个跨度比较大 今天比较小的那种啊 就跨高比啊 超过五的这一种粘梁 当框架设计 那么碰到端柱 和小墙枝的息后呢 仿造框架进行处造 仿造框架进行处造 比如说咱们讲 简粘墙的厚度是200 这个资产是700 那么就是说 合到多少呢 合到这个资产比上 这个厚度呢 合到3.5 小于4 那这个所谓小墙枝 那么所谓这个小墙枝的话呢 这个为框架粘 升到这个小墙枝里边的话呢 要升到这个小墙枝的 端部钢筋 端部苏箱钢筋的内测以后 这看看 就够不够 马国长度 不够马国长度的 不够马国长度的 要三下万首五地 够了马国长度的 会断 到 升到头就断 升到头就断 就是 这是这一页 我们宣传那么多 接下来我们宣传第七页 首先的话 请大家给正一个错误 给正一个错误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第六款 说的良善贯通经的话 是个一流说法 应该给成通三经 我们重点说说 这个咒五 这个一点零点九条的 这个第五款 就是第五款呢 有两节 第一节的话呢 就是可以有设计授权的 这一部分 就是说 它这个是可以写明 也可以不写 如果写明 那么就是作为一个设计要求 如果不写的话 是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自动授权 你写上的话 能说你提出了设计要求 你不写的话 可以自动授权 施工能源 任选一种构造 他举例子 他举例子说了 三线 可以认选的 第一个就是框架顶端的 端约点的配进构造 这是咱们图结底 五十九亿和六十四亿 就是所谓的梁 上部钢筋 拐到柱子里边 一个连接 还有一个连接的话呢 柱子外侧钢筋 拐到梁的上侧钢筋 那个地方 这些连接 有这样两种处理的办法 就可以认选 可以认选 当然这个认选是有条件的 你的施工方案 假如说 先把柱子打到了梁底 那么只能采用 柱外侧钢筋 净梁的这个连接方案 不能采用梁 散步钢筋净柱的这个方案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柱子都打掉了 再去把这个梁底钢筋 捅不进去了 是吧 捅不进去了 是有问题的 就是所谓认选的话 你要结合批准的这个 施工方案 或者施工主席设计的 这么一个要求 来进行配金 钢筋工资 要跟这个施工的 这个技术能源 进行沟通 不能盲目的 我想着怎么那么配 结果一看 这风景头都打掉了 我钢筋怎么捅到 祖子里哥去呢 就成问题了 这是 就是那一个也是有条件的 要结合现场条件 这种选择 然后 符合骨中 拉筋万钩的筑法 它是五十六页 它有几种筑法 有的是靠住 纵向钢筋 拉住骨筋 有的是 只拉骨筋 不拉纵向钢筋 到时候呢 我还会宣传我的观点 这上次是可以 愣选 但是我呢 用我的观点 到时候 结合 这个图接的那一个部分的话呢 我会给同学们 详细地 讲解我的见解 还有一个的话呢 没有支撑的 这个端部封编板的个罩 这个的话呢 就是 就是你想想 扬腿板啊 这个 这个片子 这个 转法的片头 扬腿板之类的 这一些 但端头 没有两条 一个自由端 它这个封编的话呢 有两种 一种的话呢 是 下部光经上弯 上部光经下弯 一种的话呢 打一个游行的套 箱子里头 等等 就有 不同的 方便住法 不同的方便住法 这个 它是可以 设计要求 也可以 这个不要求 作为自动社群 这第五款的 第二节 它是讲 某些接点要求 设计者 必须 写明 这什么部位 选用 什么格造住法 它也举了几个例子 一个是非矿架梁 三部的 纵向钢筋 所以端子柱的毛骨 那么它有两种 一种的话呢 是皎节 一种的话呢 是弹性千锅连接 这个在七十七页上 都 有不同的要求 那么你设计要写明了 你如果不写明的话 我这个施工的话呢 就无所遵循 就没法做了 没法做了 因此的话 我们这个图资会审的时候 我们搞施工的通知 要看看 他这个某人粮 究竟有没有写明 这叫资助 还是弹性千锅连接资助 如果没有写明的话 就要求 这个设计 这给咱们显明白 这是 就是要求这个设计定的 还有呢 这个简离强上柱 这个QJ 这个QJ 简离强上柱 这个QJ也不是强柱 是强上柱 强柱和强上柱 有一支支插的 一支支插的话呢 情况是大不相同意 不要混淆了 不要混淆了 这个强上柱 QJ的这个構造的话呢 也有两种 一种的话呢 是没有梁的状况下 这一层没有梁的状况下的话呢 要下正一层 下到那个下一层的板里边 这是一种构造 还有一种构造的话呢 就是这一层有梁的话 就是卯落这一层的 本层的梁里面 就是 还有一个的话呢 比较复杂 就是讲什么呢 讲简离强的水平经 简离强的水平经 是不是记录 压缩构源 压缩构件边缘 这个体积 这个 配固率 是不是记录压缩边缘 各件体积配固率 这个呢 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当这个我们的楼比较高大的时候 体积配固率的要求就比较高 比较高的话呢 单配固经的话呢 这固经会住到十二十四十六 甚至住到十六还不太够大 不太够大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把简离强的水平经呢 也放到这个固经的这个里头 作为固经的一部分 来参与这个计算 这样一算 算下来呢 可能本来十六不够的 我以后简离强的考虑进去了 以后可能十二就够了 钱也省了 活也好做了 所以这个的话呢 是对高大 对高大简离强说的 高大后高后大简离强说的 一般这个 一般这个 三级市场的小房子 是碰不到这个问题的 碰不到这个问题的 就是大的 高大的 高大的 那些各地的标志性建筑 之类的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这个文字部分的话呢 我们很快过一遍 我们很快过一遍 这个 顺便在过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对其中的一些 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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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落 顺便提一下 第十页上头 第十页上头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中心位 中心位的话呢 尽管也可以 但是的话 这个 孩子比较 比较过于简略 所以我是建议 在一个位置 中心位置 或者中心位置处 或者是设置这个建筑 设置建筑 这是 简略墙 简略墙这个个建的话呢 在抗证规范里头呢 叫做 叫做抗证墙 它这个简略墙啊 在抗证设法的项目当中的话呢 主要是用于抵抗 地震水平作用的 这么一个墙体 这个 这个是一个抵抗 地震水平作用的一个墙体 那么 这个地方呢 这个LC的这个产度的话呢 本来 对老的图写当中呢 给出了这个曲子表格的啊 那么这个呢 跟这个叫什么 跟这个施工啊 没有什么关系 就设计的话呢 它这个 实际的本身啊 实际的都会 都会自动地计算 所以呢 在这个新的图写当中呢 删去的这个 删去的这个 嗯嗯嗯 那个表格啊 LC的表格啊 这个 这个 约束边缘构建 这个 所谓这个强柱啊 这个约束边缘构建 和构造边缘构建 还有一般的非边缘的暗柱 还有呢 腐壁柱啊 归为四大类啊 归为四大类 小类的话呢 还是一样的 就是约束边缘构建的话呢 包括这个约束边缘的暗柱 约束边缘的专柱 约束边缘的异强 约束边缘的专角强 还是四种啊 还是四种 但是它的代号呢 只有一种 代号只有一种 强梁的缘号的话呢 也进行了调整 也进行了调整 这个 拉筋啊 拉筋的话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当这个组间距 跨越三档的时候 跨越三档的时候呢 只能是巨型布置 不能梅化型布置 当组间距跨越四档 恶束档的时候呢 它可以梅化型的布置 因为你跨越三档的话 梅化型的终点是这一个 一个一个空的一个洞 它那个没地方拉 没地方拉 所以跨越三档呢 它不能梅化型 只能居性 跨越四档的话 可以梅化型 大家记住这个事情 记住这个事情 叫 然后标注三档的话呢 太强调了 变得强 它这个ETA后头 这个ETA后头 这个4A4B 这个ETA后头 这个3A3B 它两个方向 两个方向并立起来 用一个ETA后头 用一个四位 用一个 用一个就是两个方向的这个数字 实际上是个六位数的 因为它都是毫米的话 这个A方向和B方向都是毫米的话 那就是个需要三位 所以这个ETA后头是个四位数 四位数每三位的话 那表示一个方向 每三位表示一个方向 这个是切页的 注意的 就是说强生水平分布巾 就是 对替这个暗梁 这个边框梁的 这个侧面钢筋的时候的话 它是看要够不够 如果这个强生水平分布巾 比较细不够的话 就要加钢筋 要加钢筋 加钢筋 加钢筋的话 大家注意这个头绪上头的话 应该是G打头 因为 卑力就是抗扭 卑力就是抗扭 抗扭和不抗扭的 它是 应该是G打头好一点 1N打头不太好 1N打头不太好 这是 这是03级101科3章 章1的16页三章 它是一级大章 一级大章 十九月 十九月 十九月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念不通 念不通的话呢 可以加一个 可以加一个 可以加一个法子 或者平法做些方式 或者去掉一个瓶子 就是说地下室外墙的做些方式 也能读通 加了一个瓶呢 读不通 不太好 不太好 但是这里啊 这里我们看一下 这个OS OS是表示 Outside 外侧的 外边的 NS 是Inside 就是这里边的 这个 TB TB是Tension bar Tension bar 是拉棒拉筋 拉棒拉筋 这个 这个的话呢 绝大的是呢 都是汉拼 但是这里呢 他用了英语 这里他用了英语 Outside Inside 还用了一个 TB Tension bar 就是 以前的话呢 图局上他还用了一个 AS 就是 Azum Azum 就是如同 什么什么音样 就是Az 什么什么什么 他这个是 那个 他用了一部分英语 用了一部分英语 好 看这一页 这一页的话呢 这个 这个问题啊 这个比较 比较 比较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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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一个的话呢 就是 这个 这个 这个Q1Q2 Q1Q2 我们看啊 对这个 30.2千米的地方 30.2千米的地方 它是辨界面 从300 变为 250 从300 变为250 的话呢 它也没有说明 里平还是外平 而且的话 这里是 又涉及到 那个叫做 这个转角呢 是涉及到外墙 涉及到外墙的话 外里面肯定是平的 外里面肯定平的话呢 里头它要收紧 里头收紧 就是外平里不平 这样的话 就这个 这个电梯紧道啊 这个电梯紧道啊 就是 什么啊 虽然是 尺寸有小变大 但是的话呢 但是的话呢 还是 还是 不是 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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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可能 怎么样 说明一下啊 就是这个 这个一圈啊 这两个电梯紧呢 是怎么弄 你比如说 那个中间 这一个Q2 这算之下 是不是不要变化了 或者怎么了 然后的话 这变得 怎么变啊 之类的 它都要有个说明 都要有个说明 你这个不交说明的话 这个施工就没有方向啊 施工就没有方向 因为你想筒里头的话呢 你这个三十 三百变成二百五的话 你可以一侧变 也可以两侧变 但是你实际不告诉我施工的话 我怎么知道你这个该怎么变呢 是吧 这就是无数 无数适从啊 无数适从 你这个外圈的 其他地方的简直下 你三百变二百五的话 各自楼板不影响 你这是有个电梯井啊 有个电梯井的话 那里头有吊台 里头有漆口 差了五公 五十二毫米 差了五十二毫米的话呢 这个怎么消化 怎么消化 得有个交代 得有个交代 可能建筑图上有说法 建筑图上有说法 但是这个图上 也应该有交代 也应该有交代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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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他取消了原来 PKL的一个 一个波子图 取消了PKL的一个波子图 第三个问题的话呢 这个简历墙 K1也好 K2也好 它的水平均 是不是记录 有说边缘构建的 体系配过率的计算 他没说 没说 如果需要 譬如说某一道墙 需要记录的话 应该说明一下 应该说明一下 这样的话呢 便于施工的 到后面去选择 对应的界点 你不说的话 始终就没有方向 没法遵循 没法遵循 这个 读这样的图的话呢 还要注意的一个事情是 就是说 说什么呢 就是规判上规定 就是约束边缘构建 约束边缘构建 它的使用部位 是底部加强部位 结起 减S的上面那一层 所以的话呢 如果底部加强部位 是两层的话 约束边缘构建的话呢 这个两层顶上 还要下一层 它的范围是三层 就是注意了 底部加强部位 跟约束边缘构建的 使用部位 是两个概念 是两个概念 这个大括号里头 如果夸一下的话 把它叫做 把它叫做这个约束边缘构建的这个范围 就是这个三层的这个树道 三层的树道 而底下的两层跨起来的话呢 是表示底部加强部位 这个第三层呢 不是底部加强部位 但是也要用约束边缘构建 这是规范围的那么一条规定 就是说底部加强部位 和这个约束边缘构建的范围 它是两个概念 两个概念 这比较老一点 这117101平法当中呢 对三不几个的千古部位 要求呢 是明确的写在那里 这个地方呢 是写的 这个地方是写的 这个图结 这一页的话呢 这个是冠金的强度 冠金的强度 原来的这个 原来的现在都是四百几 四百几百几 冠金强度提高了 这个明确的这个千古部位 明确的千古部位 这个的话呢 就是在老图的话呢 还有这个建立墙的 层面各造干净 层面各造干净 这个的话呢 没有提 这个没有提 没有提的话呢 也是一个问题啊 也是一个问题啊 怎么住 是吧 这个原来的话呢 还有侧面各造干净 这一个项目 这个强度表 现在没有了 没有了 那是个缺乏 这个缺乏 你总的要告诉人家 怎么住 是吧 就简单的把它 拉掉了 没有了 那这不是办法 不是办法 那么 还有的话呢 就是 这个 分布金的间距啊 分布金的间距啊 它搞对了 这原来二百五呢 是违规的 违规的啊 现在这个都是二百 都是二百 这边前来增加了一个拉筋 增加了一个拉筋 它增加了一个拉筋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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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两个 它 它 两个 跟前面的 这个 跟前面的 那个 规则里边 不一样 前面的 规则里边 的话 是 ETA 3A3B 也就是说 ETA和它 拽一个六位数 那么 它这个 举例当中 那是两个ETA ETA600以后 这一个ETA600 那就跟前面 这个第十六页的 这个 这个文字说明 不太一样了 不太一样了 文字说明里 它明明写着 就是ETA以后 一个写成 600600 不是ETA600 ETA600 它就组 这两个东西写 它两个东西 是无一致的 两个东西 是无一致的 它们 说明确 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这个 这个图 原来简单的 就是同意了 这个 边缘各件的代号 它是 它是 有所边缘各件 YBJ1234 等等 另外的话 它这个图 标光是标对的 因为原来 这个图的标光 是错误的 原来老图上都是 负的 0.030到 59.07 我们三层的话 到12.27 这是正确的 如果还是像老图 那样错误59.07 那是不对的 是不对的 因为它那个简单 从底下到上面 它是变化的 它从 0.03到59.07 当中 那它能量 那不可能一样 它有底部加强不微 和非加强不微 因此的话 那是原图 这个范围是错的 就是 这一个是对的 这是它比较好的一面 这一页的话 其他问题没有 就是 就是这一个 这个 这个 有所变 以前 有所变 以前 它的钢筋根数 还没够 对 它标了一个 23根 圆二十 我数了一下 有28根 圆二十 这个在实际施工图当中 也会经常会碰到 这样的事情 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 的话 也会很麻烦 很麻烦 有一个图子 那个叫什么 出现过 二十几根柱子的 这个点数 跟标注数不一样 然后图子会审的时候 提出来之后 小伙子把所有数据寄回去了 以后说回去解决 回去解决 结果一回去的话 十天半月 没给过 不能够 回去可能其他事情 有忘了 那工地上 那么等着 也没法弄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 现在实际现在套用 这些什么 这些之类的 往往出现钢经的点数 标注的数字不一样 那么作为我们图子会上搞事工的话 一定要盯牢这个设计需要 我们不能自己瞎搞 我们也盯了他们搞 最近是这个原点说 弄错了 还有这个数字弄错了 一定要问出个 一定要问出个数语难 问不出个数语难的话不行 接下来是23页 接下来22页 讲的是讲23页 这翻动很慢 这电脑 这翻动很慢 大家有点内心 我翻一下 来我们今天 是一月一月和同学们一起顾一下 好 这到了 到了 到了 比例还有点大 调一调 好了 好 这个 23页 这比例有可能最调一点的 八十五 八十五正好 不大不小 就是这个图 这个图的话 就是我觉得吧 像这里的底部价钱部位之类的可以不要的 因为它是从十二米到三十米的 千古位在哪里之类的也不需要了 因为它不是底层插经的 不是从零点零三开始的 已经是十二米往上了 大家不用啰嗦这个事情了 这是一个 这一个的话咱们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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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 这个 GP GPG 这个 4 GPG4呢 这个地方长这个模样 这个地方呢 又长那个模样 到底这个GPG4长什么模样的话呢 会弄混了 是吧 它应该 就应该不同模样的编号啊 应该有区别啊 你尽量把这个编号这个 嗯 嗯 各造边缘做4号 那么这个还是各造边缘做4号 那这两个东西 这模样差那么老远 这有问题的啊 应该把这两个东西的模样 规整到一样 或者的话呢 模样不一样的编号啊 要区别可以的 除了的话呢 这个爪啊 这个爪200 这个爪200和250的话呢 这个爪200和250的话呢 跟它这个 后面的这个 各造边缘搁紧 要求300的那个说法 也 也吻合不了啊 也吻合不了 好像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自己 自己的毛跟自己的症呢 这存在的问题比较多啊 比较多 这个 这个 这一六指 这一六指 这一六指这个爪都有这个问题 都有这个问题 这是 就是 就是它这是一个标准图嘛 就是我们看看模样 知道知道看看热闹 是吧 如果我们是具体的水空图的话 那这两个这两个这两个 这两个JB4一定要问设计啊 这个BJ 啊 GB GBJ4一定要问设计 究竟 究竟这个这个尺寸呢 这不一样 是吧 背景怎么样 一定要问清楚 要不然不好施工 好 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的话呢 首先的话呢 我们看 它是搞了两层 搞了两层的话 它的标高应该是从哪到哪呢 应该是从负的9.03到负的0.03 而不是到负的4.5 这个标高呢 这个没有搞对 没有搞对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负的9.03 这个地方呢 是负的4.53 到了这里的话呢 是负的0.03 那么只有把这个负的4.5 给称负的0.03的时候 那么这个左边中间和右边 左中右三轴呢 就得到了统一 得到了统一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 这个墙的配金 墙的配金 它是绝不配金 它是在这个破面图上表示 破面图上表示 那么就是中期的其他推进的话呢 外侧多少 离侧多少 它都在这个墙上表示了 墙上表示了 这个DYQ 就是地下车的外墙 地下车的外墙 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 澳塞 除了这个塑像的 这个圆十八 二百之外的话呢 还有两米一高度的 这个圆二十二百 圆二十二百 这个V是塑像的 V是塑像的 H是水平的 H是水平的 它有绝部的加强性 有绝部的塑的光景 有绝部的塑的光景 那么它还存在什么问题呢 它这个地下车的外墙 是不是作为 是不是作为这个 顶板是不是作为地下车外墙的 什么支撑 如果是 如果是 就是说是 弹性千古支柱 还是这个 这个简直的支柱 还是简直的支柱 这个地方呢 要想办法说明一下 不说明一下的话呢 这一次个标准图的话 是下看看不要紧 如果这是个 施工图的话呢 就是 能不能不能不能 那些 它两个相处的 选一个 我们就不知道选什么了 是吧 因此 这个碰到这个标准图 我们可以不了它 如果碰到的 这个是个具体的施工图 我们一定要问 具体的自己人员 要向他请教 你这个地方究竟是 究竟是 究竟是什么 究竟是 弹性千古支柱 还是简直支柱 因为两个学徒还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想 设计 那他请教明白了 请教清楚了 究竟 弹性千古 还是简直 问清楚 同样需要问清楚的 还有 就是说 这个地下室 这个内墙 内墙 湖北说是没有了 这个内墙 有没有 作为地下室外墙的水平支撑 如果有 那么这个地下室外墙的 这个水平关键的 这个连接位置的话呢 因为要考虑这个 支撑的存在 结合这个 内墙的位置 如果没有作为地下室外墙的水平支撑 那么地下室外墙的水平关键的 这个阶段和连接的位置就比较 比较灵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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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能源 在出自会上的时候 给设计师请教和明白 搞清楚 搞明白 不明白的话呢 就是将来影响到 这个地下室外墙的水平关键的 点击位置 所以需要明白 那么这没有闹明白 或者没有问道的情况下 那么宁愿信其有 也不要信其无 就是把它当作 这个地下室外墙的支柱 在这个支柱的两侧 各两米的范围里头 我们不考虑水平关键的连接 这是给同志们的一个建议 给同志们一个建议 这一张图的话呢 也有一些问题 也有一些问题 主要的话呢 是这个嘉义啊 这个地方 它没有弄对 没有弄对 树想嘉义 树想嘉义 树想嘉义的话 树想嘉义的话呢 就是啊 就 GY GY 树想嘉义呢 是GY 这个水平嘉义 水平嘉义是PY 是PY 那么 从这个图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树想嘉义 树想嘉义 那么既然是一个树想嘉义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不应该是 不应该是Y 而应该是PY 而应该是GY 应该是GY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的话 这个地方 它说 加义部为下部斜纵向 应该是自作下部以Y打特的作家 这块块里面啊 就是下部斜纵向加Y 那么你看这个地方啊 这一块 这一块它都加Y了 都加Y了 那么这一块 我们从这个泡面图上 也看到了这个斜线角 加开了下来就 那么也要加Y 也要加Y 可是它没有加 没有加 因此它是不对的 它是不对的 它就是说 这头4.2 点4 2 就是漏掉了 这个地方漏掉了一个G 漏掉了一个G 它是GY 500乘250 这个地方呢 漏掉了两个Y 它应该是Y 应该是Y4跟元25 Y4跟元25 它这点没有弄好 没有弄好 数算加于GY 水平加于PY PY 这是 这些都是 接下去的几页还好 这是 我们看33页 到了 停不住 下不了车 电脑有点慢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是 讲这个 讲这个 弯的 弯的这个 时候 别的地方都讲的平直段 平直段 那么这个地方也要讲平直段 因为前文都是平直段 如果用直段的话 到处都有直段 如果既然前面提到了平直段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也是建议大家加一个平直 加一个平直 这里也是平直段 也是平直段 好 这是一张 这个梁平法的施工图 梁平法的施工图 这张图的话 这个地方是存在一点问题的 它是一个层间平台 层间平台的话 这一家梁 它没有编出标号 但是这家梁是落地的 它在层间 在半个层高的位置 我们的层高度是3米6 它是在负1米8或者正1米8的位置 这样的话 它这个梁上的集中力是不存在 不存在 假如用墙上启柱或者吊柱的方式 那么按照本图节是不需要加进的 是不需要加进的 这是 这是 所以这个地方这样画 画就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 另外的话 它有好多梁 这个L1 这个L2 还有这个L3 L4 还有两个梁 它没标 没标 是不对的 但这些梁的话 都是非框架梁 都非框架梁 那么按照本图节的要求 这些梁的两端 是角枝还是固定枝柱 这个图节 平面图上要有说法 要有说法 没有说法是不对的 没有说法的话 我们做起来没法做 没法做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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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纯粹问题的 另外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也是一个大小画 这是1米8 是一个窗洞的宽度 不是一个房间的K间 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3米6 应该是个3米6 另外的话 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附加固金 和这个地方的附加固金 附加吊金 这个处理的话 所以这个大小多少上头 可能也是需要调整的 那么从这个量上头 我们看一下 我们给大家宣传一个走磁梁的见面 就是说 这个B轴的一个KL2 它是一个什么梁呢 它是一个4块不带外生的框架梁 那么从这个柱子到这个柱子一块 从这个柱子到这个第二块 从四柱这个柱子到五柱这个柱子第三块 五柱这个柱子到六柱这个柱子 它是第四块 它是四块 然后的话 我们注意到这个梁的话 我说它是一个主框架梁 或者是框架主梁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二轴和B轴的焦点上 它在这个位置作用了一个啥令 作用了一个这个方向的一根梁 这个梁的话 叫做框梁三 它是一个三块的 从A轴到B轴是一块 从B轴到C轴是一块 从C轴到D轴又是一块 那么这个二轴和B轴的焦点上头这个梁呢 它作用在KL2上头 因此 这个KL3 3 与这个KL24 就是存在着主次梁的关系 B轴的B轴 为二轴的这个梁 在2B这个焦点的位置 提供了一个支柱 提供了一个支柱 因此它是个主梁 而二轴的这个三号框梁呢 是个次梁 是个框架次梁 主次梁 只是表示两根梁之间的各自和支柱的关系 有这么一个 两号框架梁 为这样一个三号框架梁 在某一点提供了一个支柱 那么这个两号框架梁呢 就是一个主框架梁 这个三号框架梁呢 就是个次框架梁 这个次梁 这个框架次梁 这一点的话呢 千万不要那个叫什么框架梁是主梁 非框架梁是次梁 这样的概念呢 是错误的 是错误的 那么除了这样以外的话呢 我们再看这一根梁 这一根梁 这根梁山 为这个梁式提供了一个支柱 那么这个梁山相对于这个梁式来说 这个梁山呢 又是一个主梁 这个梁式呢是个次梁 所以主梁和次梁呢 永远是相对的 相比较而存在 相比较而存在 就是一定是相互有 各自关系 各自关系 你这个次梁式 各在这个梁山上的 这个梁山就是主梁 你这个梁山各在这个框架梁山上 那么这个梁山又是个次梁 所以这个 这样一个关系来看 这个是次 这个是组 那么这样一个关系来看 这个是组 这一个次 这个组次啊 永远有相对性 永远有相对性 没有绝对意义 没有绝对意义 嗯 把施工的同志们请注意 就是我们要特别看一下 第一轴啊 第一轴和这个 这个这一路一样啊 这个ABCD 这个四个轴的梁一样 就是这个呢 是陈老师 原来做的比较好 它都是一个四块的一个梁啊 四块的一个梁 那么总的这个房子呢 有六块啊 有六块 那么我们许许多多的 施工头上头的话呢 发现啊 就是这个地方啊 它插块里头不是写四 而是写六 而且的话呢 这两个洞口呢 都有解力钱和年两 啊 有解力钱和年两 这样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这个标准图上这样写四块是比较好的 既然你这个两个洞口 这些那些图上都标了年两的话呢 这个那些框架量就没有必要伸过去了啊 这个地方端子在这里啊 这个框架量就 往到这个端子里头就行了啊 这不需要越过去做成一个六块的框架量 没有必要还能强图伸进去啊 强图伸进去啊 因此啊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同志们搞施工主义啊啊 就是施工图伸进去啊 往往会发生这样的错误啊 就难碰到啊 就难碰到啊 他两头两块明明有钱 有这个年龄 他还非要把这个框架啊 写成包括两段框架的 这样一个错误的弄法啊 碰到的话啊 就设计沟通 那是设计不同 就 这个 这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的话呢 就是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这个 量的那个负的那个低下去的这个数值啊 到底是 减0.1 还是减0.05啊 这个图呢 跟这个 这个图包括35页的图 跟这个 跟这41页的图啊 背纸啊 41页的图的话呢 它是 低下去0.05啊 这个地方呢 低下去0.1 这样的话呢 它作为一个粒子工程的话呢 是前后有点矛盾啊 前后有点矛盾 嗯 这里的话呢 还有一个问题 它这个 它这个粒子啊 它这个粒子搞得不好 就是钢筋的这个 钢筋的这个品种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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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清了啊 嗯 嗯 两里边啊 就是现在现在规范里面啊 这个粒啊 要使用400G和500G钢筋啊 不能再使用335G钢筋啊 不能再使用335G钢筋啊 所以的话呢 如果粒里头出现335G钢筋的话呢 是实际的 是是问题实际的 是问题实际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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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一下四十一页这个图 四十一页这个图 四十一页这个图我们要讲几点 这个一个的话就是说这个梁没有画 我们从商科世界上都看到有一根梁 那么这个梁是单线 那么按照建筑机构制图标准的要求 这个梁是需要张线的 用单线的话不表示梁 不表示梁 所以这个地方缺一个偏向于这个线的虚线 这个地方起点不是CBCD 而是ABCD ABCD不是CBCD C跟自己比不低 C跟自己比不低 ABCD 这是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的话 这一些如果给亏负的0.10米的话 于34月35月的浮云一次 浮云一次 还有一个错误的话 就是这个楼板一 同志们看到这个楼板一的配金没有 这个楼板二楼板五楼板几 也都有配金 但是这个楼板一的话 我找了一下没找到 配金没有 还有一个的话 就是它没有的话 也说明也没有 这个的话 请同学们要注意的 就是通话的板净 通话的板净 它的直径长度 或菩萨范围都是相同的 都是相同的 比如说这个四周 这四周和这个五周都有这个三号性 那么从这儿的菩萨范围 菩萨范围的话 应该都是相同的 应该都是相同的 但是的话 这个这样表态是有问题的 这个地方我认为也应该需要扑过来 扑过来 这是这个图 这个图 我去看一下五十一 我们去看一下五十一 这是这个 它说是一个翻边 FB FB某某夸话 X数说是夸尔数 笑话得很 它这个梁有没有出去 梁有没有出去 哪来的框树 又没有支点 又没有 那有支柱才有多少多少框 一个支柱也没有 一个是哪来的框树 它本身就是这个 把外伤出去以后 往上卷或者往下翻 那它就不存在 不存在什么框树 不存在什么框树 所以这个 这个时候 后来我说我是建议把这个框树划掉 因为它没有支柱就没有框 没有支点就没有框树 没有框空 没有框空 这就是 这是一档 摄拉钢筋的基本毛骨蝉斗 关于这个表格的话 我们宣传这样几个观点 第一 它是这个表的名称和这个代号的话呢 是不齐全 它这个表包括两个内容 一个是受拉钢筋的基本毛骨蝉斗 LAB 还有一个这个LAB1 是抗争钢筋 受拉的基本毛骨蝉斗 就是抗争 或者是抗争受拉钢筋的基本毛骨蝉斗 LAB1 那么它这个文字没有给出来 这是一个很不妥当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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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称呢 很不妥当 为什么说很不妥当呢 它因为它这个悟到了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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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善良的人 它这个图上 在这个表格上它给出了什么呢 给出了 四足干净 在一二三世纪抗争条件下头的基本毛骨蝉斗 基本毛骨蝉斗 这是大家每一个看中文的人都能看得懂的 还给出了这个四足冠军的非抗争的毛骨蝉斗 多了多了多了 接下这个黄金头的蝉斗等级给出了这个不同类 而且抗争条件下的基本毛骨蝉斗 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然后它非常的愚蠢 它给出了这样一个抗争毛骨蝉斗的表达色 它说抗争毛骨蝉斗等于什么呢 能够这一台A1乘上LA 这个太愚蠢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上面已经给出了抗争干净的基本毛骨蝉斗 那么我们就应当 应当怎么办呢 应当利用这个基本毛骨蝉斗 那么就是说 人们拿了这个基本毛骨蝉斗 也无用处 才要去拿这个特亚A1来承担这个LA 那就才承担 你既然给出了一二三四级抗争基本毛骨蝉斗 那你就要告诉人们 这一二三四级抗争毛骨蝉斗 我要来干什么 那当然是要来计算 这个相应的抗争毛骨蝉斗 那么相应的抗争毛骨蝉斗等于什么呢 这个LA1啊 应该等于这个tetaA乘上这个LAB 乘上这个LAB 那么就是这个tetaA是个什么东西呢 是个细数 这个细数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一个是当执行大的时候 大约25的时候只用1.1 当这个环约数字涂抹的时候 放大25% 当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受劳动的时候 提高10% 当这个保护层厚大的时候 打8折打7折 打8折打7折 这个 如果没有这四种情况的时候 那么抗争毛骨蝉斗就等于抗争基本毛骨蝉斗 就等于抗争基本毛骨蝉斗 什么习数也不要成 只要我不是直径大约25 只要我没有环约数字涂抹 只要我施工过程当中没有被脑中 只要没有厚大保护层 那么就是基本毛骨蝉斗 就等于毛骨蝉斗 抗争基本毛骨蝉斗 就等于抗争毛骨蝉斗 就是没有这个表的事情了 然而这个表格当中的这个θAE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做施工的人来说 是毫无用处 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么一个表格 我们就要利用这么一个表格 不需要去理睬这些系数 这些系数如果说有什么用 就是用来计算上面这个表格当中的 这些数据 你感兴趣你可以乘一下子 你拿这个34乘1.05 看看什么能于36 34乘1.15是不是能于39 肯定不是 这个表很愚蠢 做出来以后又不用 这把人非常的愚蠢 非常的愚蠢 他应该在这个地方给出一个 LAE 等于θA乘3LABE 这样的话就 就这个表 就利用起来了 利用起来了 所以他这个 毛骨传斗 就是说对四五乡精 就是没有大于二十五的 没有黄岩色涂抹的 没有脑洞的 没有荷达保护神的 既不要放大也不要缩小 这些利用基本毛骨传斗 作为毛骨传斗 这些利用抗争基本毛骨传斗 作为抗争毛骨传斗 这个是 关于这个五十三页 这个表格非常好 他把这个抗争非抗争的 都搞在一起 这个查阅 比零三图结 更加的简便 更加的方便 更加的方便 而且的话 现在高墙银精上来了之后 这二十五以上的 这二十八以上的 用的少了 其他都是说 二十五以下的银精 所以的话 这使用非常方便 那么二十八的话 你稍微计算一下 反正设置用的不足 你拨的稍微计算一下 这是连接长度 连接长度的话 是抗争 抗争毛骨传斗 或者毛骨传斗的 1.2倍 1.4倍 1.6倍 根据集团面积百分率来的 那么就是我特别说明一下 就是说当规范允许采用百分之百 在同一届面连接的时候 不受这个配件百分率的约缩 你比如说高规指数 在非底部加强区域 简列墙分布钢筋 可以在同一届面 进行连接 可以不用错 那么它规范这样要求了以后 我们就不需要 在同一届面连接的时候 乘1.6的习数 统统乘1.2 统统乘1.2 就是凡是规范允许 对这个地方连接的 那我们就不考虑集团百分率 不考虑集团百分率的影响 还有像那个三分之一 这个断点和同一届的这个连接 小指定同一届的连接 也是不考虑集团的这个经验百分率 不考虑集团百分率 重统乘1.2 这一页是讲病经的 病经这个指示点 是新一轮规范 就是放到了公民建规范当中 公路规范当中的话 上一轮就已经成功了 这个图结里头的话 要注意的 就是它这个里头 就是所有错刻的这个间距里头的 这个等于号都要去掉 如果不大于0.3LAE的话 就是等于的话 它还是在同一届的 还是在同一届的 一定要大 一定要大 然后这个地方 它漏掉了一个 就是按照03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 应该有一个大于0 应该有一个大于0的标准 应该有一个大于0的标准 那么这一次的话 图结当中 这一个大于0都没有放进去 画出来了 没标 没标 每一个都画出来了 每一个都没标 同志们醉了 就是这个图结那块呢 好多地方 它是有点前言不太后语 这个就是这些封闭孤精 解拉筋的万个个照 拉筋的万个个照的话呢 就是在总说明当中 我们曾经看到 它是说这个拉筋啊 是拉住 是拉住骨筋 还是不拉住骨筋 还是又拉住骨筋 又拉住这个中强钢筋的话呢 可以有施工怎么样 自由选择 可是到了这里 他说本图中的拉筋万个个照做法 采用何种形式 有设计指定 就是说他又弄回来了 就不让你事封弄选了 这就算是怎样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当这个他写下那句话之后的话呢 人们认为啊 就是说这个图结案 你拉筋啊 你拉住骨筋 又拉住中强钢筋的话呢 就是可以减少什么呢 减少骨筋的无知残度 对这个骨筋啊 起一个支持的作用 如果我们采用这个第一个图 这个拉筋化与不化 意义不很大 意义不很大 因为这个骨筋的无知残度还是很大 这个拉筋啊 没有减少骨筋的这个无知残度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拉住骨筋 不拉住中强钢筋的话呢 因为中强钢筋的灯笼状 灯笼状这个起不到 灯笼状灯开啊 起不到这个约束作用 所以这两个呢 都是有隐患的 这两个拉筋啊 都是有隐患的 只有第三个是安全可靠的 前两个都是完全不可靠的 完全不可靠的 这第一个不安全的原因是它没有拉住骨筋 它骨筋会大多比会出来 第二个它没有拉住中强钢筋 中强钢筋会横向出来 产生灯笼状灯害 因此这两个都是不安全的 这两个都是不安全的 只有这一个是安全的 只有这一个是安全的 因此的话呢 它就是把这个你 让你选择这个权限的又伸回去 所以会的那实际进行控制 由设计来进行指定 就是设计来进行指定 这是 这是我们说一下 这个拉筋的形式 这拉筋的形式 好 我们再来想一下这样一个格造 这个格造的话呢 是地下一层增加杆筋 就是地下一层作为散布这个坚固部位的时候 作为散布这个地下这个领板 作为散布这个坚固部位的时候 规范要求增加10%的中强钢筋 那么这个增加的钢筋到上头就这样收头了 到这样收头了 那这个坚固部位的下方 就是二倍低水平块的收头 如果够了这个毛布长度的话呢 就是直接就是到顶就收头就行了 不用拐这个12倍的低 因为这个10%呢是增加的钢筋 是增加的钢筋 那么 这个这个这个毛布格造的话呢 有一部分高施工的同志的话呢 对这个提法啊 他理解不懂 认为这个图价搞错了 什么各界本身的自身有什么毛布 其实的话呢就关键本身的中强钢筋的毛布啊 就是主要是在自身各间的毛布 你比如说我们的梁 我们的碱子梁 那就是这端头 就是这个字典是自己的自身的毛布 中强钢筋的自身是需要毛布的 它有三种毛布 一种呢是在各间自身的毛布 一种呢是在甲各间这与各间的毛布 第三种的话呢 加以两种各间的相互毛布啊 在这 互毛啊 啊 一个是独立自己的毛布 一个是那个对人家在人类球的毛布 一个是相互之间的毛布 这都是可以存在的 都是可以存在的 概念上没有错误 那么这个端端啊 这个端端如果我们地下室啊 我们地下室只有一层的话 那么下部的话呢 从底半上涨上来 啊 底半上涨上来 那么如果这个地下室有很多层 有三层地下室啊 只要在地下这个 最接近这个地面层的这个地方 下百分之四 那么就是说底下的话呢 你按照这个 量上启柱的这个办法 这就是说底下均要过 量上启柱就要过量上启柱就要过 啊 或者的话呢 你就那个叫什么 你就按照那个 就是 按照插间也可以 就是从那个 因为你底下比如说有两层三层的话 那就从你这个地方 拆下去一点二倍 拆下去一点二倍也是可以的 拆下去一点二倍也是可以的 毛绿梁的也是可以的 穿穿穿过梁也可以啊 也可以 那么具体的话呢 还是要与设计进行沟通 与设计进行沟通 尽量这个取得设计的真实 取得设计的真实 这是新初级给出的这个 给出的这个顶层顶层端节点的格照 一个格照的话呢 是说当直径啊 当直径啊 差不多相同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拐 可以直接连续 连续 或者是说这个柱子的直径 大于梁的直径的时候 就是直接把柱子的直径 拐到梁里头 梁的钢筋大于柱子的钢筋的时候 直接把梁的钢筋拐到柱子 到底是一样的 哪个大拐哪个啊 哪个大拐哪个 就是梁的钢筋大 把梁的钢筋拐在柱子里头 柱子的钢筋大 把柱子的钢筋拐梁里头 就是取大 取大这是第一个做法 第二个做法是 这个做的钢筋 到梁的三部钢筋里头 进行连接 进行连接 那么延伸出来第三个做法 延伸出来第三个做法就是说 还是做的钢筋到梁的钢筋里头 进行连接 但是当这个波茂筋 波茂筋做内策的时候的话呢 它要求这个水平量有15地 水平量有15地 这个要求是有问题的 我们看啊 就是这个C图结 是这个65%要落梁的钢筋 它水平量只有15地 那我们再来看 这剩下的35% 不需要进不需要进梁的 它的要求是什么呢 到这个柱的内侧 再下拐八地 那这样一个长度 你譬如说我们这500的柱子 20的钢筋 15地呢是300毫米 那么这个 那你这个拐过来 拐到这个柱子内侧 再加上这个八地的话是多少 就是不进柱子 不进梁的那个呢 还藏得多啊 不进梁的是 进梁的这个这个300 那不进梁的有450 再加八地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合理的 这不合理的 这实际的瑕疵啊 这个实际的瑕疵 不是实际的心道 这个 那么就具体怎么做的话呢 就是瑕疵非瑕疵了 你做的话你看 如果具体设计说 还是对他很有兴趣 一定要这样做 那你就做就行了 又不是你家里给房子 是吧 你管他瑕疵不瑕疵 他设计要了 那你这就是 不合设计要求 其实这种是分阶段的 这出了事情他去负责 也能不到我们负责啊 这个第一节点 第一节点的话呢 就是说跟原来这点区别 区别是什么呢 区别是这个 这个数向钢筋呢 数的数向钢筋呢 原来是要拐 原来是要拐八地 还是十二地 我忘了 要拐的 现在的话呢 到头不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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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那个叫什么 这个 这个富家钢筋呢 这个兼具啊 这个符合照过来的 兼具不是大于一百五 要小于一百五 小于一百五 小于一百五 来 来 千几大于一百五 再把一百五 变成这个下线的 来 小于一百五的话 一百五是个上线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小于一百五 小于一百五